立法院議場內退輔會主委 位置上坐的不是李翔中 而是首席副主委李文忠 今天他請假 可能是心情還沒有平復 那我們給他多一點時間 我們希望他留下來 繼續服務農民 執政院長賴清德 全力為留李翔中 請假沒到立院 找副主委幫忙帶打 立委在執行的時候 對一個一輩子當軍人的 李主委說他求官 我認為立委這樣的執行 只是很不妥當 李翔中十二號被尋 被國民黨立委問到三七七 第一時間賴清德馬上電話問候 我昨天已經有跟他通過電話 同時我們昨天行政院 也已經有發布新聞 對他這一年多來的工作 表達肯定 也希望他能夠繼續留下來工作 雖然賴葵一再未留 但傳出退輔會在立院 屢遭民進黨新潮流派系圍剿 有面對軍人年改壓力大 才會辭意堅決 應該沒有所謂黨內來針對他 有任何批判的一個情形 反而是國民黨這一塊 借題發揮 然後對他有這種人生的攻擊 我們覺得很遺憾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在李翔中主委的個人的作風上面 還是一樣 他是保持行政中立 然後對於軍人年改的部分 都是入力而無 賴清德上任後 李翔中成為賴葵第一個未留的政委 能不能挽留成功 攸關接下來的軍人年改 謝謝五客園主委這支小組 特別報導 啟發 貖 我